毕日,我得去向母妃请安 为父陪你去 韩芝,备早膳 相公,我们去凤衣宫用早膳吧 嗯 下绝便令人将早膳移到了凤衣宫 皇上,名贵妃驾到 皇上握着明夜的手踏步而来 皇上 母妃 儿媳向母妃请安 或许是因为有皇上在旁 太妃例外地没有发难明夜 坐下吧 陪母妃用纱 明夜支起筷子 这么精细地抓握动作 她做得不是很熟练 筷子不小心就落到了地上 太妃眼底流露出一抹嫌弃 明夜伸手再去拿勺子 只是这勺子拿在手上却颤抖不停 太妃对明夜心生不满了 为父在这里 为父就是你的手 你只管张嘴便是 明夜浅浅一笑 张开樱桃小嘴 欣然接受 简直有伤风化 早上过后 韩芝过来传话 说是为明夜疗伤的医者莫愈 让明夜尽早赶回去 别耽误了上药的时间 儿媳先行告辞了 皇上原本要护送明夜回去 皇上 武妃最近身子有些不适 你好好陪陪她 将娘娘好生送回去 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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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